各位觀眾朋友你好 對於臺灣跟對全世界都非常重要 在桃園觀音的這一大片藻礁 其中非常重要 在臺灣是一級保育類動物 這叫柴山多杯孔珊瑚 到底保得住保不住 而現在空氣污染這麼嚴重 PM2.5一天到晚 都是在紫暴紅暴的情形下 我們整個燃煤的問題可不可以解決 可不可以大量改成燒天然氣 這兩個問題看起來是嚴重極端衝突 不過今天就在現在環保署 還在審查特別是觀塘這邊的大潭 中油天然氣第三接收站 中油提出了一個替代方案 說真的啦 我們也認為說 這個柴山多杯孔珊瑚 這個藻礁非常非常珍貴 我們也絕對不會破壞他 所以怎麼做呢 把這個開發面積大量的縮小 然後原本說這個工業港 要蓋在這個所謂的岸旁邊 不然這樣我們離岸 不要再蓋這個岸旁邊 蓋遠一點離開這個海岸 讓海水可以自然的交換 來保護住藻礁 中油認為說 這可以接大歡喜 接收站以及藻礁呢 可以共存雙贏 不過學者說 你黑白月你也沒做研究了 你才會知道藻礁型的隊 在多買孔珊瑚型的隊 所以這個方案是不是真的可行 今天下午的時候 環保署進行有關於這個 第三接收站 其實也就是大談工業區 跟工業港 第二次的這個環差專案的 分析會議 可是呢 學者跟環團認為說 沒有 你之前是只審 這個所謂的工業港 你這次連工業區要一起來審 這個不能叫第二次 這個叫第一次 光這件事就吵了兩三個小時 而在現在呢 正在進行閉門會議 中油很希望說 拜託你今天有一個具體結果出來 最晚最晚呢 環差在大會呢 要在二月的時候呢 要趕快通過 趕快要來動工 不然這空氣污染要怎麼解決 還有說二零二五呢 飛河家園這個目標 快要跳票 要趕快來落實 但是大家說 如果你用倉促的這種方案 來審查的話 如果藻礁被破壞掉 那可是臺灣作為千古的罪人 今天再來好好談一下 第三的中油天然氣接收站 到底能不能蓋 怎麼蓋 替代方案可不可行 藻礁能不能保住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搶救大潭藻礁行動的聯盟 我們召集人潘中正潘老師 信聰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陳昭倫 陳老師 信聰好 大家好 我怕你穿這首很亮耶 噗啵啵啵 這一服就是要真愛藻礁 強救藻礁 再來歡迎是在民間 其實對於能源也非常熟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副民事長 同時之前一直介紹他是行政院能源辦公室的委員 洪生翰 生翰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之前呢 也在環保署擔任副組長 也當過立法委員 也是非常知名的海洋生態學者 我們歡迎海洋大學 海洋事務局資源管理所的教授 邱文彥 邱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先來看看 這些藻礁的時候 我們談過很多次 就是說 這看起來是衝突 民間說 不然你不要蓋在這裡 你蓋在台北港 你蓋在地面 你蓋在台中 大家就不會這樣擦 這個就可以雙贏 可是中油說 不行 我要蓋在那裡 我要重做環評 再來呢 那地方也反彈 再來能蓋不能蓋 又是一個問題 這個我土地都已經買了 都已經跟東地市集團 買下來了 我好不容易花那多錢 我當然蓋在這邊 那這樣子的衝突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跟藻礁的分布 我必須強調說 這個資料是根據中油的資料 來的 那也必須向所有的觀眾說明說 我們當然在昨天之前 也就邀請中油 但是中油的說法是說 在審查之前 不方便來說明 那因為有一些東西 是要直接跟審查委員去報告 所以他今天沒有辦法來出席 也沒有辦法跟我們做電話連線 但是呢 我們也從中油拿到一些資料 中油認為說呢 這個紫色的部分 就是藻礁了 可是呢 他其實這個像是G1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要蓋第三天然氣的 接收站的這個預定地 這邊呢 會有一個北側的堤防 這邊會有一個南側的防波體 外面還有一個防波體 本來呢 這邊都是海嘛 所以這個要填海造陸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替代方案 中油的替代方案說 第一個 第二個 我不要挖這個藻礁 這千古罪人我不做 所以呢 要開發呢 就要避開藻礁 要保留住自然沙灘 第二個呢 我開發的規模 開發面積呢 都會大幅的縮小 現在原有的田區來使用 然後原有的施工碼頭來使用 然後呢 後段的這些土地的高潮線 以上的土地呢 要來說減開發規模 開發面積呢 從原本七十七公頃 減少為二十七 這縮很久的喔 這本來從七十七公頃 變成二十七 不過也有人說 不然那是你第一階段的開發 你後面還有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啊 你這樣分批騙 我們也不是辦法 但是他這一次說 七十七公頃要縮成二十七 還有剛剛看到 那一邊的北側碼頭呢 提防呢 不做 我要做北側的補碼啦 工業港呢 不要靠岸 要離岸 用離岸的方式來配置 為什麼呢 因為海水就可以自然交換 那藻礁很重要就是潮汐嘛 那所以讓海水自然交換呢 讓藻礁有這些營養的 這些營養鹽 或者是豐富的生態的必須 然後讓藻礁的生態影響 可以降到最低 我們來看看今天中油呢 在環保署所舉行的環擦專案審查會議 不管叫第一次也好 第二次也罷 他們提出的方案 對於學者 對於專家 對於環團 能否接受 今天環保署召開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環擦審查會議 中油提出回避替代方案 強調會縮小開發規模 並避開柴山多杯孔珊瑚 企圖解決藻礁保育的問題 不過會議一開始 環團不斷提出程序問題 導致會議近兩個半小時後 開發單位才上台報告 專業審查 而在開會之前 環團就在環保署外抗議 質疑中油的迴避替代方案 並沒有避開藻礁區 同時學者也批評 中油不用工 沒有好好調查柴山多杯孔珊瑚的分佈位置 一點點的精神好好去調查 他們該調查的部分 環團還是希望中油 可以異地建戰 但中油指出其他的替代方案 像是改建在臺北港 必須辦理環評 而且必須要到一百一十七年才能工期 時辰上來不及 所以經由評估 還是採取原址的替代方案 不過也感謝潘老師跟陳老師 及時提供我們最新的消息 是就在剛剛的時候 就是剛剛我們播新聞的時候 這一個環差的專案審查會議 原本是說第二次 不過大家說不行 你這個連工業港工業區一起審 這要變成第一次 第一次的環差專案審查會議 剛剛的結論是補件在審 有很多疑慮 你要補一些文件 換句話說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潘老師 看起來中油也有誠意 我記得好像在一兩個月前 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張景深先生 還特別去找你去跟你肯談 那你還帶著他在桃園觀談這些地方 繞了一圈 好像提出一個有誠意的替代方案 你能接受嗎 這個替代方案呢 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看著他在畫 我們覺得好像是迴避了部分的藻礁區 也就是說大家的印象中呢 所謂G1區 G2區 它都是朝間帶的藻礁區 是 但是實際上藻礁呢 它是延伸到我們外海五公里的範圍 所以中油會不會是一個錯誤的資訊 以為那個地方才是藻礁區 有肉頭的才算是有生命的藻礁區 如果他們是這樣想的話 那就是一個大錯特錯 在海平面 西岸面還有一大片的藻礁 是 是 延伸到外海五公里的地方 我們要想說 他如果就像我們澳洲的大寶礁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桃園的藻礁 就是像那樣大寶礁的那樣的範圍 只是說可能長度還不如 我們的澳洲的大寶礁 是 所以他說的所謂迴避替代方案 是要迴避藻礁嘛 他既然說的這麼有誠意 現在這個迴避方案實際上沒有迴避 我舉他們自己的環縮書上的圖 這個環縮書上其實 現在你看到的彩色的區域 其實就是他們的港區 整個港區裡面 他們在這裡有做 這個應該是聲納的一種測掃描 他們做出來這些點 通通都是生物礁 這裡如果有生物礁 其實就是藻礁 然後我們再看中線 這一段從裡頭一直到圍體的外面 這裡這些通通都是生物礁 他們自己在一零四年做的這個調查 是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呢 你真的要做所謂的迴避藻礁的替代方案 你應該是連這個都迴避 因為藻礁的生態系是整體的 絕對不是說只有曹間代這一部分 才是露頭的藻礁 才叫藻礁嘛 瞭解 它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 甚至我們要強調 即使是在內陸的 這些沙丘或者是保安林下面 如果還有藻礁礁體 或者是附近有小溪流這些 上一次我們有提過 這些小溪流 都是他們整個藻礁生態系的一部分 剛才你有提到所謂的營養鹽 這些東西 它就是來自於陸地的營養鹽 那麼我們現在發現像我們新屋溪口 河口附近離岸大概三百公尺的地方 那個河床裡都還可以看到藻礁 那就表示說陸地內大概三百公尺 就是現在的保安林的附近 下面也有藻礁的礁 所以對你來講 所謂的真正可能可行的替代方案 除非是不管是接收站 不管是工業港 不管是任何的設施 乃至於等一下邱老師會談到 離岸的風力發電 通通都要離岸五公里以後 才有可能不會傷害到藻礁 對 最近一次離岸風機 就是近岸的陶新 那個離岸風機 就被退回 退回的原因就是 有在條去接收站 這就看他們的技術 我聽說 現在的技術應該不是問題 五公里 我想說他們比較怕的是走十層問題 這我是不瞭解 不過我們的想法是說 相機嘛 我們這個 這麼難得的 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藻礁生態系 我們的國家的領導人 應該要有這個地費 有這個軟件 要留給我們怕損 是不是我們用一些地費 看怎麼樣 我就說我們小學生瞎拍 也知道說 小英總統 我們願意努力的省電來救藻礁 是不是大家可以這樣做 我昨天小英總統 才接受鄭鴻怡的訪問 他說他感覺上是沒有 對不起支持者 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當然期待民進黨政府 同時可以發展這種 所謂的捷徑的能源 也就是可以燃氣 同時要顧助我們很重要的 生態的資產 就是藻礁 最簡單的做法是說我要燃氣 我不要藻礁 或是另外一個 我要藻礁 我不要燃氣 說實在 這種決定讓我們沒讀書的人 來做就好了 既然是大有為的政府 應該可以做到兼顧兩者 可是我們來看看 中油這個方案 是不是可以兼顧呢 剛剛我們談到說 第一個要避開藻礁 第二個規模要縮減 第三個開發面積 要從七十七縮減成二十七 再來要蓋一個離岸的工業港 我特別請教陳老師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這個是中油所提供的 到底他要怎麼做呢 這個所謂的G1 G2 G3 他要避開藻礁 中油畫出來這個橘色的這一條線 他是認為這個是藻礁的分布 但是陳老師你認為說 這真的沒一隻 哪有可能說只有這而已 不只是所謂的 整個海岸線都是 他海岸線以外的五公里內 都是藻礁的分布 不過這個是第一個中油說 他要避開藻礁來做開發 第二個他整個北側的這個防波堤 他說不蓋 這個北側防波堤不蓋 南側的防波堤要縮減 再來這個漆的部分 就是要蓋一個所謂的離岸的工業港 然後會有其他的這些所謂的保護藻礁的措施 跟替代方案真的不可行嗎 我是覺得今天這個這個中油提出來這個方案 上面其實有好幾個漏洞 第一個東西就像剛剛那個潘老師所講的 今天藻礁不是只有中油畫起來 那一小塊在潮間帶的感潮帶的位置 今天如果我們潮水推到非常低的時候 其實走到跟那個兩個導流體跟他中油施工的那個已經施工的兩個人工建物 外面其實都很大片的藻礁 我一直說活的 然後像像我衣服這種紅東東的這種顏色的藻礁 特別在冬天的時候他會很旺盛 也就是說他今天只畫出來這一小塊呢 其實只是冰山之一角 那更何況說其中還有還有這個爭議性最大所謂的柴山多北孔山湖 他今天大家看到中油所提出來那幾個點 那都不是中油去做的 那都是我們這些老師的志工還有這個環團的 沒有賣沒有賤 那個日以繼夜 然後夏天冒著酷暑 然後冬天冒著寒風 去那個地方這樣一路一路走才把位置定出來 所以這個中油就很撿便宜的就把他整個都把他收到他們土裡面去 可是根據我的這個 這個對柴山多北孔山湖的這個熱點的分布 我們看這樣子就知道其實他有個叫五米的一個等身線的一個位置 這個大概是如果以那個地方的潮水的潮叉的位置來看 那大概就是所謂大退潮退到最底的時候應該會有的位置 那那個就是柴山多北孔山湖他最喜歡的生活的範圍 他是要有一點沙有點浪然後不能太深光線要夠 那所以就跟其他的我們已經知道的這個珊瑚的狀況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們用這樣的一個一個這個範圍去做預測的話 大概我畫出來紅線的這個地方大概都是可能有柴山多北孔的範圍之內 那我這幾個大概1月這個17號的時候就因為這是環差 我特別跑到這個他們現在所謂的準備蓋綠色的那個地方外面 這裡 我們跟幾個這個志工冒的大概只有10度到12度的水下去做探勘 就發現外面其實還有膠 可是因為水實在太左了 那影像拍回來整面都是黃的 那也是說如果說今天等到潮水夠低的時候 我們一樣可以在那一塊看到這個柴山多北孔的出現 陳老師我打岔一下 你說不好意思我們看這些地方 你說那個五米等深線就是海平面下深度五米 這個是我們的海水大退潮的時候可能的位置 而這裡都還是包括柴山多北孔珊瑚以及其他藻礁的熱點區 那這個距離海岸有多長 這個已經超如果以這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位置都已經超過500公尺 到600公尺的範圍之外 到這個地方之外 到這個地方之外 所以有超過這個土地還沒超過 沒有 最少在這裡 剛剛那個潘瑪老師所講 那都在水下大概五公尺到十公尺之外 的這個水下的生物礁 是 這個有很可能是以前一路長下去的這個生物的礁底 現在在水線之下 那個地方有沒有這個柴山多北孔珊瑚其實不知道 可是根據這個中油他們自己的影像 他上面有礁 礁上面也找了其他的像像邊山湖 或是海綿那類的這個生物的這個存在 也就是說其實在他們現在不管是航大 數據的那個地方 或是準備做整個海底的地方 下面都是生態非常豐富的這個礁底 陳老師不是說我幫中油講話 我們假設就是第一個 我們很在意空氣污染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這個燃煤可以大量的減少 大量的替代成燃氣 所以我們也期待說中油這個接收站 不管是要蓋在哪裡 總之你這個接收的能量要弄起來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個期待 第二個我們也期待說 不要去破壞到藻礁 那可不可能是這樣子 因為呢靠近岸邊呢 這個在探勘呢 這比比較容易 所以如果說中油可以在這不管是G1 G1附近呢找到一個那邊的藻礁分布是很少的 在這邊去做施工呢 是破壞性是很低的 先弄一個接收站 再來呢如果說這個水下 不管是說你說那個五六百公尺 還是說到五公里的這個距離呢 我們在水下做一個探勘 然後呢也許這個所謂的堤防呢 我們用干擾最小的方式去興建 再加上中油講說這個離岸的 工業港呢他不要把它蓋死 然後這個北側就不做了嘛 南側做得很短 讓海水的交換呢不會受到這種工程的影響 可行嗎 其實大家要瞭解一件事情 就今天海水是個立體空間 他不是個平面的空間 他其實會有水的流動 跟立體之間的水體的交換 所以像剛剛朋友有提到說 今天藻礁他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就有淡水的輸入 所以他從陸地上他要淡水 從浮游水從這個防空嶺 下面往下去經過 那在海下面他其實是 他不是他沒辦法說 你今天截斷一個地方 那把那個圈起來就變成 可以是做做其他用途的 他他整個生態系其實是應該是連續的 那我們如果今天用空照圖去看的時候 其實桃園的海岸其實蠻可憐的 過去呢曾經有二十七公里海岸線 都是這種世界獨有的這個藻礁 可是我們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我們犧牲了桃園 我們犧牲桃園的這個海岸線 現在大概只剩下他只有五公里 他不是要百分之二十五的礁體 是屬於比較健康的 那你看上面光這樣圖上面 就一大堆的能工建物 這樣的切割棄地等到棄地都小型化以後 對於在那邊的生物生態 其實是很麻煩的 那其實環團跟學者其實都很用功 我們都是沒有沒有拿這個開發商 任何一一毛錢 我們做了很多功課 這讓給各位看到的是 在過去這一陣子 我們也幫了政府想說 好你今天有很多理由不在台北港蓋 那如果這個產業他得要留在桃園的話 那我們就桃園現在已經被破壞的這個海岸線 我們總是可以找出一個地方 可以讓這個東西存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去這張圖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從主委的海岸線 一路從所謂海湖工業區 從主委一港一路到整個大潭這個地方 我上面可以看到的是每個地點 過去在劉敬宜博士所做的調查裡面 藻礁活藻礁的覆蓋比例 那我們來看離大潭最近的一個地方 叫觀音海域 這外面的礁體的這個活的礁體的部分 大概只剩下零左右 因為那邊污染非常的嚴重 那也就稍微往北移就好了 可是這個是這個東西我們也跟中有去建議 那我們同時也建議其他的方案 我們其實有建議的方案就是 其實國外有一個叫做意大利的這個 亞德里亞海的這個接收站的方式 是完全離岸的 它包括接收跟儲存都在這個離岸上面 它只有一條管子從岸上 就到陸立上來 那人家在意大利的亞德里亞海 它的整個管線是15公里左右 那這東西我們也跟中有講了 那他們也跟我講說 這邊的風速如何如何它不適合蓋 就一句話把我們回掉 沒有更進一步的去做整個細節這種探討 那這個所有的資訊其實是公開的 在網路上這個這間公司 它本身在這個在歐洲已經做了非常多的 有關於類似的LNG的接收站 包括儲存它所有的氣體 都儲存在水面下的30公尺 那我們給他做的功課也就發現說 我們今天在觀音的外海 觀音的外海這一段的地方 它剛好是一個整個地勤凹陷的地方 大潭自己突出去的地方 所以這個凹陷的地方呢 我們從海圖上去看 它離岸大概五公里的左右 大概水蒸就到30公尺 剛好適合這種離岸 完全離岸的基礎站的這個建設 他們從開始弄到完整到四年時間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都已經幫中央去提做這個很多的功課 可是他都告訴我不行不行不行 他說了三次的不行 我重複一下陳昭倫陳老師的說法 就是說至少對陳昭倫陳老師來講 他從來沒有反對說天然氣接收站 沒有 也從來沒有說如果那個就一定不能蓋在桃園 沒有 就算你台北或是台中領口不能蓋 你也可以蓋在桃園 但你是怎麼要蓋在這個百分之百 藻礁生態最豐富的這個觀塘 往北啦 就從這個圖往右邊一點 就蓋在那個潘老師那個位置 在觀音那個地方 那邊也很多藻礁 但是因為污染就不好意思 那邊藻礁可能是存活率不高 在那邊蓋呢 這個對藻礁的衝擊呢 看來小很多 如果真不行 你為什麼一定要蓋在岸邊這個G1呢 你蓋遠一點嘛 離岸很多 這個所謂的用一條大船 或是一個大的在海上的一個接收站 也可行 不過因為很可惜 中油不來 否則中油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他們覺得陳老師你的說法都不可行 不過再請教一下邱老師 您可能可以從比較不同的層面來看這個爭議 您也當過環保署的重要的政務官 您也當過立法委員 同時您又是長期的生態學者 真的沒有所謂的可行的替代方案嗎 我想我們完全能夠體會跟理解 中南部現在空氣污染民眾所受到的這種痛苦 我們也了解到政府在處理這個藻礁跟能源的問題的困擾 但是陳如兩位剛才提到的 我們現在的藻礁呢 它的重要性當然是不言可喻 但是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藻礁的這個基本的調查呢 剛剛陳昭倫博士跟潘老師都有提到的 事實上開發單位並不是很清楚 你根本不知道藻礁在哪裡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呢 海岸開發有個非常大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海岸 現在的現況跟我們的資源其實並不很清楚 所以這是一個開發的時候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將來呢 我們希望把這些海岸做一個詳細的調查 做一個分區分類的 甚至分級的一些管理 提出不同的一個對策 那這樣子我們這個海岸開發呢 跟保譯才能夠堅守兵固 我想這個藻礁的問題呢 它第一個呢 回應了這個問題 反應了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這個我們這個評估呢 剛剛中油的替代方案 我也覺得說 我也蠻驚訝的 七十七公頃可以變成二十七公頃 所以表示它非常有彈性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方案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可以修正的空間 意思就是說它不管放哪裡 它的區位多大規模等等 它其實還是有 你大比一灰就可以少掉三分之二了 對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到底怎麼評估的 其實不能中油自己說了算 我是過去我們跟沈世宏審所長的時候 在環保署處理這個台南的一個垃圾掩埋場 當時我們就推出正反雙方提出不同的人選 組成一個公正的第三者的一個評估小組 所以我認為說 中油提出這些方案 其實第一個 當然我們要兼顧現在的資源調查的一個事實 那包括剛才潘老師提到 這個藻礁呢 它不只是在沿岸 你看它露頭的地方 它甚至到已經水深這個很深的地方 甚至五公里的這個範圍之內 那第二個呢 應該有一個中立的一個評估小組 那這樣子我們這個方案選舉的選出的時候 才是一個合理的 那第三個呢 我是一直認為說 我們其實當年在立法院大力促成了這個海岸管理法 其實海岸管理法最重要的 其實它是源自於二十幾年來 一直不變的一個概念 叫做自然海岸零損失 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一直把這個想法呢 就一直落實在法裡面 所以這個海岸管理法裡面 第一條裡面就講說 我們要維繫自然的系統 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 但是這個藻礁呢 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一段資源 我們現在不但是看到藻礁 我其實我應該要強調一點的 就是說這個藻礁呢 這個重要性之外呢 這一帶的海岸呢 它的生物對象性呢 因為這個地方也有珊瑚礁啊 也有貝類啊 也有螃蟹啊 也有其他的魚類等等 所以我們應該是看一個生物多樣性的一個角度 不是只是看單純這個藻礁 那這是我覺得我們應該關切這個議題之外呢 我們應該要重視了一個觀點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剛才陳老師也點到一點喔 我們這個替代方案出來以後 它雖然是一個離岸的一個這個工業港 這個想法呢 其實我在內政部的海岸審議會裡 我也提出類似的一個想法 我認為這可能會是解決現在爭議的一個方法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很清楚的了解 我們離岸到底要離多遠 才足以保護這個我們藻礁 或者是這一帶的生態的這個多樣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比較擔心的 我們用這種遮蔽型的這種工業港的話呢 它可能會造成靜岸地區啊 逐步逐步的淤積 為什麼 因為風浪啊 在這個遮蔽的環境裡面 它會 它這個流速啊 它的這個成績啊 會加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可能藻礁反而會受到遮蔽 所以我們認為說 如果沒有詳細地去做一個水工的模擬 然後詳細地了解我們這個整個生態環境 它所造成的這個遮蔽的效果呢 可能到最後呢 藻礁還是保不住 所以邱老師您的具體建議 至少第一個先停下來 讓這些有公信力的學者 好好去研究 不管最後要蓋不蓋啦 是 好好研究一下 到底我們的海岸 我們的所謂的那個太平洋 或者是台灣海峽 有多少多麼珍貴的生態 我們根本不知道 然後就說要把它挖掉 挖掉了什麼搞不好 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所以你實際的探勘調查 一定趕快先做 第二個 停下來 不要忠由自己提替代方案 自己審查自己通過 也不要還團說 你通通都不可行 我們找一個第三方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來去想說 是不是真的要再大談 如果再大談的話 那大談的替代方案是在哪裡 如果不是在大談 是不是可以在台北港 那台北港遇到的那些困難 在現有的政治以及我們的這個能力下 能否解決 讓一個公正的第三方 來去提可行的替代方案 這是邱老師具體建議 可是 聖涵就要請教你 我們敢不敢等 我剛剛一直強調 這一兩年 所有的民眾對空污 真的是已經忍無可忍了 那大家現在把所有的矛頭呢 都指向火力發電 那火力發電也不是所謂的原罪 你其實燒好的天然氣 那個所謂的污染 可以大幅的降低 所以呢 現在民進黨政府一直在說 第一個二零二五呢 要非核家園要徹底落實 那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整個燃煤的比例呢 在二零二零年還有五十趴 可是希望到二零二五呢 燃煤 我們就不要再燒這個煤炭了 降到三十趴 其中五十趴通通都要燃氣 而燃氣最關鍵的恐怕 還是在這個第三接收站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這些重要的資訊 那環團說 我沒有反對你天然氣喔 那可是這邊珍貴的這些藻礁 你可不可以保護住 你在其他地方蓋 你去台北港蓋 那中油跟政府說 那邊還要再環評呢 你現在只是環差而已 那之前環評過了 現在只是做環差 你如果去台北港要做環評 林口也要環評 台中也要環評 而且台中還會影響到海洋生態 而且台北港呢 還靠近這個防空飛彈的基地 還是位於桃園機場飛航管制區 那民意的部分呢 在台北港地方政府跟民意也都反對 所以他不會比桃園大潭這個地方好處理 那騎乘的部分呢 當然又會拖到剛剛我們談到第一個非核家園 第二個整個燃煤要大幅降低到三成以下的這個騎乘 會還要等嗎 我自己第一個是想先回到前一張三個圓餅圖那一張 第一件事情是我想說 其實我們在目前的新政府上完以後的能源轉型期程裡面 確實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希望核電的比例要在二零二五降到沒有 第二個是燃煤想要從現在四十五趴降到這個三十 三十趴 這裡面有一個二零二零年的那個燃煤五十趴 這是大概是五五月的資料 可是在去年九月的時候其實 你其實能源局有一個說其實也許在二零二零的時候 我們的燃煤是可以降到大概四十三趴左右的 也就是說我們不用起來到這個不用起來再下去 不用起來下去 這是可能 但這個事情 這個他的燃氣是增加的 可是他這個跟第三紀錄戰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自己的我們自己的觀察是這樣 第一個是說 剛剛其實講到說 中俄自己宣稱這個方案就是回避方案 那他講回避方案的意思是 其實跟過去相比 他等於也是肯認了某些部分藻礁的重要性 從最早的時候 他根本矢口否認這個地方藻礁有任何的價值 到現在某個部分其實承認了藻礁的重要性 那我自己的觀察是這樣 我們過去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能源建設 確實是用非常霸道的方式 就是能源就是為了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能源建設要怎麼樣就怎樣 他否定掉了一切在那個地方原本的需求跟相對應的功能 不管是社會功能或生態功能 我的觀察是 我覺得這確實是我們在整個能源轉型目標裡面 一道蠻艱難的練習題 可是這個所謂練習題的意思是 我覺得我們要陸陸續續開始去練習 確實在這轉型的過程裡面要學著把各種不同的社會或生態的功能 必須納進去充分的思考 再來定我們相對應重要的做法 我自己還是覺得我們目前其實有一些相對應的做法 還是有點延續過去的一個思維 就是說我今天只要OK能源建設 那我很重要 那尤其是誰來說他重要 是由這幾個國營公司來說他重要 他說他重要 他沒有替代方案就是沒有替代方案 就下去定了就是定了 民進黨政府只能聽中油的 我自己覺得這是民進黨政府現在在能源轉型裡面 下面一個很困難的一個難題就是 我也聽過民進黨政府裡面有一些人 他們覺得 到底台電跟中油告知他們的訊息 是否是百分之百屬實 當他們有一點疑惑的時候 他好像也找不到一個更獨立的 或者是更客觀的評估單位來確認 到底這個中油或台電提供他們訊息 是不是真的 在專業上民進黨無法就專業去辯駁 中油跟台電所提供的資訊 是否真偉 我覺得他們一樣會他們一樣遇到了 就是說沒有更進一步的明確的 或科學的務實的消息 或是確認的資訊跟機制的來源 去確認過去其實遺留下來的這些能源 能源相關的資訊是否真的是這樣 我不敢說他是偽 但是當他跟你說沒有替代方案的時候 是否真的是沒有替代方案 他到底是否有窮盡了所有的可能 去評估任何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這件事情我覺得都還不一定掌握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像一開始的時候我想不用講這個 他們所謂中油宣稱的迴避 一開始連迴避也都不可能迴避 對不對 突然就好像有一個迴避方案出來 所以你就覺得好像給壓力 就急一點 急一點 急一點跑出來 不過如果聲翰你說的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恐怕是民進黨很大很大的危機 我們在以這個第三接受站 之前中油說沒有替代方案 而這個藻礁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要 大部分都死光光了 所以其實蓋就好 那民進黨政府也沒有能力去做反駁 然後再來呢 當中油說 我可以迴避掉藻礁 我有一個迴避的替代方案 那但是呢 臺北港 林口港 臺中港是不可行的 民進黨政府恐怕也提不出說 你講的不對 我真的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這恐怕是一個更大更大的一個政治危機 可是我直接請教那個聲翰一點 是 好 其實剛剛不管三位來賓都談說 停下來 好好調查 找一個破壞最小的地方 用破壞最小的方式 同時達到所謂的燃氣以及保護藻礁 但這個可能至少要拖個一年兩年三年以上 二零二五年 第一個 達不到非核家園 第二個 達不到燃氣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燃煤降到百分之三十 這樣可行嗎 我們其成做不到 我說實話 就我目前知道 我今天其實 其實如果燃氣的話 可能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你的收屑 就是說 我今天氣進到台灣來 我收屑的量足不足夠 第一個 其實燃氣的收屑量 不會不夠 即便沒有第三接收站 好 我這樣講可能大家會有點疑惑 我簡單講 因為接下來的台中港的這個接收站它會擴大 然後包括的是我高雄的永安 它其實也會有一部分的擴大一點這樣子 其實加起來的收屑的氣量 是足夠供燃氣做到百分之五十的 可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在 因為我們的燃氣的佔比要提高以後 我們會很重視它在輸氣上面的可靠度 是 也就是說我們要讓整個台灣的這個工氣的這個網絡 要做到一定的可靠度 這要一定的管線上面的去設計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是輸氣量 就收屑量 就是收進來是夠的 收進來的量是夠的 但是要分佈出去 分佈到負責燃氣場 這個要用更多資源去做 這需要很多的 包括管線 包括是除槽 做出讓我們的可靠度或風險管理降低的方法 但是你如果現在心裡一直想說 我就是非蓋在觀塘 非蓋在大潭這個接收站 你就不會去想後面那個所謂的配書館的問題 我確實在思考 我們確實在想一個事情說 當然有幾種 一種是說就像今天 潘老師或陳老師在說 到底有沒有異地重建的可能性 第二個是 其實在二零二二年到二零 如果這樣 像這個提供的資料裡面到二七年之間 是不是有可能比較暫時用一個什麼樣子的方法 包括是你的管線的配置 重新的設計 重新的拉 去撐住他的這個可靠度的設計 也許我的這個工氣的氣源 在某些部分 不一定三階的這個氣源 不一定一下子進來 所以我三階的部分的這個收卸量 可能我到晚一點的時間開出來 可是在這個有一點過度的階段 有沒有可能透過我管線的設計 透過除槽的設計 去撐住我們在工氣上面的可靠度 那這種做法 我不是專家 我沒有辦法說 我評估起來怎麼樣子 但是類似像這樣的評估 我不確定中油或臺電 有沒有做出徹底的評估 對民進黨的考驗是說 我要同時讓天然氣接收量起來 同時滿足二零二五非核家園 以及藍煤要降到三十趴 同時固住藻礁 我們來看看到底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談藻礁 藻礁真的這麼重要嗎 什麼是藻礁 為什麼在桃園這麼污染這麼嚴重的縣市 還有這麼豐富的生態 來看一看 到底桃園為什麼有這麼珍貴的藻礁系統 沒有珊瑚礁的繽紛 乍看之下不算美麗 走近蹲下才能看見傳奇 這是由藻類所建造的生物礁 藻類留下的鈣化石灰質 黏結其他沉積物 慢慢形成礁體 最古老的有七千六百年 環顧台灣一千六百公里長的海岸線 藻礁分布不到五十公里 其中只有桃園擁有連續二十七公里的藻礁地景 這是氣候與地質的多重巧合 讓殼狀珊瑚藻得以附著 歷時數千年堆疊奇蹟 我們可以看到它蓋化的樣子 所以整個藻礁的生長 就是它要有硬的基質它才可以附著 平均起來我們這邊的藻礁厚厚度 它大概會有四公尺 奇蹟地景記錄著氣候變遷與地質變動的歷程 孕育上百種生物以及另一個奇蹟 找不到 就發現到這個地方其實有台灣目前列為 保育類動物的這個 彩蛋豆貝孔珊瑚 它在潮池 這很近的水域 跟這地方很近的水域 然後這個地方 然後這一個群體呢 它的直徑大概有大概十二公分左右 已經算是蠻大的彩蛋豆貝孔珊瑚了 那這個已經在我住的在新屋區裡面 我找了一段時間都沒有看過 那今天很訝異了 怎麼會在G1裡面出現 連這個這麼難找的東西 在這邊都出現 怎麼沒有現在不公布呢 這段海岸歷經早期觀塘工業區擾動 大潭電廠取水口與出水口的長體切割 中油埋涉天然氣管線的開場魄渡 在這幾道傷口之間 生命依舊努力爭取活下去的機會 班老師我永遠記得說 之前我們那個一個禮拜只有三級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叫有話王講 還特地拜託你說 欸 帶我們去看一下桃園周邊啊 這個污染的情形啊 牡蠣啊 受到什麼污染情形 你還帶我們去看 我就說桃園污染這麼嚴重 哪裡可能會有什麼多豐富的身份 派系呢 這一點喔 我先舉那個 我們蟹類專家劉鴻昌老師的話 他是走遍全球五千公里以上的海岸 到處去觀察 他也在我們臺灣 墾丁那個地方的橋間帶呢 是墩點式的觀察好幾年 他最近呢 他說了一句很誠懇的話 他說 桃園藻礁礁的蟹類的豐富度 比我們現在墾丁國家公園的朝間帶的豐富度 比墾丁還豐富 還要豐富得多得多多得多 我要一直強調多得多 就是說 桃園已經是被污染下的狀況 是 在他的觀察之下 他竟然是遠比那邊還多 這個是剛才我們提到的 殼狀珊瑚藻 如果他成長得好的話呢 我們會看到這樣的景象 就是當年齊柏林曾經為我們留下這一張 這麼美麗的海岸的景象 這個好像是我們北臺灣的海岸呢 有一段呢 是擦上了胭脂一樣 大概在每年四五月的時候 生態上來說 我們說剛才說強調的蟹類 這個叫做胸猛囚腹蟹 是我們藻礁呢 最主要的蟹類的物種 東海大學的林 林慧珍老師 特別教授 他在那裡連續蹲了三個月 每一次的大潮來了四天三夜 大概總共十幾次 他說 這種螃蟹在那個地方 整個觀塘大概兩百多公頃的地方 數量超過五十八萬隻 你信嗎 那個看那個螃蟹的樣子 就是很很凶狠 對 換句話說食量一定很大 是 換句話說就要有很多食物來餵飽他 對 我再舉另外一個 如果你在非洲 看到了獅子老虎 你大概可以想像說 那個地方呢一定有很多的草原 很多的羚羊這些公 你要餵飽他嘛 對對那種 等於說是頂級的劣食性的動物 是的 這就是我們 藻礁區的頂級的劣食性動物 這個叫裸胸醇 慢 就是麻魚 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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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就 普通的 差不多四五十公分 他要抓到九十公分 那長 大小 比我這 手臂更糟 九十公分 就像陳曹仁老師 對 一米那長 他也這樣 晚上去潮池那裡去放 抓到一後 一直分布不同的位置去抓 過一陣子去把大牛仔去算 我們這裡的藻礁 附近的裸胸醇 超過一千兩百隻 他也去調查 就說 那潮池裡面 那頭過那個 那些中肌的去看他們的 代媚師班 其他的師班 起碼有四中九班 其中一位去到 遲到 超過三十公分 我就說 遇到這樣 前行 這台要有豐富的形態 為什麼 我們不太能夠理解 就是因為桃園這邊有一大片的藻礁 才能抵抗這麼大的污染 而且還能提供這麼豐富的生態 關鍵就是在藻礁 我覺得藻礁就是這麼的神秘 他的神秘是因為我們過去都只注重珊瑚礁 就遺忘了這一片 以為他是沒有生態的地方 實際上當地的漁民 早年就是把這裡當作是他們的 大自然的冰箱 他們如果欠什麼 就去那裡 就有人吃 早期他們的漁民那裡也說 他們那裡也有馬糞海膽 有龍蝦 頭蝦有龍蝦蝦 是 有 這也可能有 他們也有人去抓 我的看法是 我們對這個地方實在沒有研究 沒有調查 都不知道以後 現在呢 劉鴻昌博士來啊 已經把我們選擇了 這些生態 只能說 沒荷 就比那邊 不知道好多少 我就說 像這種環境 我們的國家 沒有地費 流下來 這個是桃園 那麼豐富的藻礁生態系 不過這之前我們也談過了 那其實藻礁在藻礁啦 可是呢 一直到所謂的發現 柴山多悲孔珊瑚 這是一級的保育類動物 然後呢 之後才說 這個真的要好好保存 我們來看看 什麼是在桃園觀音這個地方 發現的柴山多悲孔珊瑚 為什麼它是一級保育類 而非得保存不可 為什麼 就當然看起來很漂亮 那為什麼它這麼珍貴 因為它是台灣 目前 目前 在台灣的這個 山湖物種裡面 大概少數 應該我印象沒有錯的話 大概是唯二的兩種 它用這個台灣的地名 去命名的這個物種 所以當年 當年我在這個 這也是嗎 這就是 這就是 所以它一個一個 那就是珊瑚蟲 一杯一杯 一杯 所以 它看起來像一個杯子一樣 所以它叫多杯孔 因為它是個群體型的生物 所以 它一個群體上面會有很多個杯 所以一個呢 也是一個多杯孔 那一群呢 也是多杯孔珊瑚 這個跟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黃色的盛開是同一個 同一個 那只是它 這個撐起來 那開起來 那開起來 所以 所以 基中珊瑚很奇怪的就是說 當年我在高雄財山 在1990年發現它的時候 那我找遍了全世界的文獻 都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一直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到各地的這個 標本館 博物館 去探訪以後 在2012年以後 才決定正式把它命名為 財山 高北公珊瑚 當年我在財山發現的時候 我以為就只有那個地方在 因為它非常的 台語就是非常狡奇 它就非常的 非常的只能在某些 拍到頂 拍到頂 就是所有的海域都去找 然後 然後當年呢 就因為掃到桃園來 來找這個多貝孔珊瑚 因為 你從桃園開車過去 你看到是什麼 草榻 沙丘 看人家都在搜 啊 那這邊不會有家 不用下去 所以跳過去 跳過人過 就跳到這個 這個 淡水的北岸去 那邊找 也找不到這個東西 啊 那所以說 所以說 我那時候命名的時候 才以那邊的小族群 來命這個物種 那 柴山多貝孔珊瑚 是你命名的 對 我命名的 你有害我之前一直唸錯 因為其實不太好唸 對 台灣有兩種珊瑚 是我命名的 一個叫做 福爾摩沙韋斯珊瑚 是 那個是在墾丁 所以說這個種 這個種呢 比那個福爾摩沙韋斯珊瑚 更珍貴 因為當年以為只有 在那個地方才有 因為它的漆地非常的特殊 那一直到這一次 這是無意間 在這個大膽藻礁被發現 我2012年把它發表以後呢 就把它送到 這個農委會 可以講說 這麼特別 一定要把它列為保育類 那花了五年的時間 在去年的五月 才正式公告 那正式公告以後 我也沒有想到說 它今天會變成 這個守護藻礁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主角 所以這一切的 不斷的意外 然後這東西就變成 我們今天所珍貴的這個 這個商務的出現 我也聽過有學者說 既然都已經在桃園發現 柴山的多杯孔珊瑚 所以它其實就應該 從一級降格下來 就不是那麼特別了 其實這個說法 其實非常的這個矛盾 因為它 因為它的種 它的族群數量非常的少 因為到目前為止 就是我們就在地上 找到第二個族群 那其實全世界目前 其實從很多的新聞報告 都知道說 全世界的珊瑚 其實都碰到很大的問題 跟危機 特別是全球氣候暖化 所以全世界的各國都 一直在做珊瑚的保育 很多國家像美國 已經列了六十幾種珊瑚 是屬於他們一級保育的珊瑚 那台灣呢 好不容易有兩種珊瑚 是全世界只有在台灣被發現 至少到目前為止 在台灣發現 在台灣命名的珊瑚 那今天只有兩個棲地有 一個就是柴山的這個 古地層的這個珊瑚礁岩石 另外就是在大潭 這塊藻礁附近才產生 那我們過去這 將近十個月調查 就發現 這個地方是個非常適合它 生存的地方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能夠有 展開個比較全面性的調查 跟這個了解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很可能是一個 財山多貝廣三五 它唯一能夠適合 持續去生長的這個地方 而且我們在財山 在這個大潭藻礁 發展的這個群體呢 相對上來講 都比我們在原本在財山 所發現的群體都還大 還健康 不過再補充一下 剛剛呢 在環保署所進行的環差 那個專案審查會議呢 其實是有部分的環評委員 認為說 這個對於觀音的這個藻礁 影響太大太大 所以有委員說 直接退回 不審 不過後來呢 決議是說 這個影響實在 其實真的衝擊很大啦 所以做出結論是說 先透過專家會議 反而可以釐清 到底這裡是什麼樣的生態系 所以才會要求中油再補件 才要再來去做審查 我再回頭來請教一下邱老師 難道真的是所謂的 有你就沒有我 有我就沒有你的 這樣子一個雙輸 或者是只有一方 可以衝活下來的結局嗎 我們來看看陳昭倫陳老師說呢 這個G1呢 其實呢 就是珊瑚 柴山多貝孔珊瑚很重要的分佈點 那這個替代方案毫無專業可言 劉靖怡也是之前也來 上過我們節目 在這個領域非常專業的老師呢 他說呢 你礁塊被挖破 就不會固定在海岸上 會隨著海浪四處飄散 再衝回去 變成破碎的礁塊 所以只要被開挖的地方 就會填滿砂 藻礁就不再存在 東海大學的劉少倫劉老師呢 他說大潭藻礁是世界少見的 特殊景觀生態 那是更重要的是 碳溪存的生態系 所以在這邊呢 要蓋第三接收戰略會 犧牲世界級的藻礁 真的 只有說 離開觀音大潭 不會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嗎 我們是認為說 這個藻礁呢 是經過了六七千年 才會有今天這個 這個型貌出來 所以它的成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剛剛 陳昭倫老師他又特別提到 今天在這個桃園這個 這個海岸呢 他不只是只有藻礁 他還有財山多杯孔珊瑚 還有其他的剛才前蔓 或者這很多的海洋生物 所以我們應該是著重在這個海洋生態的這個保育方面 去加強我們看看 未來這個規劃呢 應該是怎麼樣去做合理 所謂的生態規劃呢 基本上就是說 第一個呢 是我們要先瞭解我們的生態環境系統 到底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知道我們的資源以後呢 再做一個適當的規劃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幾位專家講的都非常有道理 我剛剛也特別強調就是 我們在建 如果這個工業區 或是工業港是建在藻礁上面 那就直接的破壞 假設他是在一個比較遠的這個離岸的這個地方 但是呢 他也過近的話呢 他也可能會產生遮蔽的效果 是 那因為我們的海流的影響 離岸要離得夠遠 要離得夠遠 而且呢 他他對這個海底的這個地形地貌 應該是有所瞭解 所以我是覺得說 必須要就這個海洋的生態系統 有充分的瞭解 我們要來跟這個海洋工程的專家們 一起來討論 看看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是還可以在保育跟開發之間 堅守兵固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是對我們台灣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啟示 那過去呢 所有的開發行為 大概都是開發單位 或者是這個政府機關的 就是做了這個決定 但是呢 我們今天應該就藻礁的問題 重新去思考 怎麼樣的決策過程 才是合理的 那這決策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國外呢 有很多的案例呢 他叫做engaging the public 就是說把這個民眾能夠引進來 然後大家共同來討論 是所以我們會提出說 不管是專家會議第三者的公正 第三者的一個討論 原因就是希望說 我們不再反對這個政府的任何開發行為 我們也體認到說 這個空氣污染的問題 能源問題的迫切性 是但是呢 今天藻礁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因為他一旦破壞 或者是他漸漸被破壞 或者是他最後最終被破壞 是我都覺得說 這是一個台灣 無可這個迴避的一個損失 停下來慢一點 好好瞭解我們有什麼東西 好好來做評估 而且這不必然會跟非核家園的 其成有所衝突 也不必然就讓所謂的燃氣 沒有辦法順利的提升 沈翰你對民進黨的建議是 我剛才說了 我覺得 他從一開始的完全否定這個價值 現在也用了所謂回避這兩個字了 但是我必須說 我們在這裡面看到了 違德 但是上不足 我們很期待的事情 剛才主持人剛才有講了 今天的這個環 這個環差的這個結論裡面 有說要專家會議 可是我說實話 我覺得我專家會議是好的 他可以有專業上面的 資訊的釐清 可是恐怕他還有幾個必要的 第一個是在政治 上位的政治的部分 是否真的能夠清出一個 相對好的空間 讓各種的可能性可以發生的空間 另外一個就像剛才邱老師說的 要有一個除了中優以外的專業的團隊 能夠提供更多必要性的 評估的資訊 不然我們很可能 還是在原本的資訊圈子裡面打轉 然後浪費更多的時間 恐怕這樣子 才是我們現在會造成 這個拖延最大的原因 謝謝 謝謝你們 這裏本身就是挖掘器 跟講故事的一個美產 我就發現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這是一個很模範的藝術家跟老師 有很多傳統編制的效果 把它放在剛代藝術裡面 我想要塑造的是一個 人進入到作品裡面 你可以很安靜地躺下來 聆聽你自己心跳的聲音 周六下午3點30分 視覺藝術專輯 就在公視 藝術很有事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Tonight 全球樂迷 靈靈期待 電影膠卷 4K超高畫組數位修復 Queen 皇后樂團 You think you can love me and leave me to die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You think you can love me and leave me 搖滾界永遠的傳奇 華麗不墜的音樂齊齊 1981 皇后樂團加拿大蒙特樓巡迴演唱會 向巨星佛萊姆末球位修復 我生活的地方叫做富的島 住著各式各樣的食物人 無敵可愛富的超人 如何對抗肮髒蒼蠅王 嘿嘿嘿 送給你 糟糕 在冒險與趣味的故事中 認識食物 愛護整潔 1月29號起 週一到週五下午5點 BOOT超人 公視獨家首播 老人總統 公視獄 公視獄 相當地球 公視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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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